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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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喧嚣的大台北 有这么一个仿佛自成一派 与城市快节奏隔绝 这就是猫空 猫空位于台北市文山区 是台北市最大的产茶地区 搭乘猫懒时 选成猫懒之眼水晶车厢 视觉上更全面的看清楚整个大台北 来一趟慢旅 细看周围的景色汉人 保有内心一片宁静 发现各种乐趣 优雅去掌握自己的一天 找个风景很好的地方 就坐下来吃个卷餐 然后喝个茶做一下吹风 再吃一点茶点 因为猫空这边 我有试过几间的那个茶点 都很不错 就是茶叶入点心的那个 比较天然的那种气味 如果天气好的话 可能待会会小走一下 这就是我心目中 理想的猫空的一天 漫步在山林里 不必有什么计划 尽情享受芬多精 精神也能为之一阵 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然后慢慢呼出 感觉身心灵的压力 也渐渐消失 在大城市累积的负能量释出后 灵魂就像得到了洗涤一样 情绪自在 其实猫空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就是他离台北市非常近 交通也是非常方便 有览车 有共享计程车 然后公车也是巅峰15分钟 就一般 到猫空上来找一间茶馆 找一间咖啡厅 你利用半天的时间 在那边发呆都好 发呆不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猫空有很多比较深入的东西 可以藉由一日轻旅行的一个概念 然后慢慢推广给台北市民 但是最主要还是要让台北市民 人知道说来猫空干嘛 就来放空 所以我们猫空基本上 应该是要把这个环境打造成 是一个慢火热火的一个环境 然后提供给台北市民 每一周都要上来这边 来放空一下 来抒压一下 看着眼前的一片风景 找一间茶馆泡茶 细细品茶茶香 吹着清风 度过惬意的一天 慢旅慢食 沉淀下来后 会发现城市间的美好 才值得花时间慢慢感受 在这里有许多 纯泡茶不供餐的茶馆 茶馆老板都很热情 乐意坐下来细谈制茶 品茶之道 以及介绍在地人最推荐的私房美食 猫空最有名叫铁观音 来圣商 当然不可能叫你每天都买茶 所以是要来喝茶就好 一个茶叶 尤其我们木栅的铁观音 它是经过尾雕发酵楼年 再烘焙的茶叶 它是一个精致茶叶 它喝的时间的温度 跟泡茶的温度如果不一样 它呈现的味道就会不一样 我身为猫空的在地青龙 我建议从喧嚣的城市 来到猫空这边的民众 可以放慢脚步 然后享受我们猫空这边 比较慢活的一个步调 看看我们这边的风景 然后也看看台北市 在不同角度呈现下的美丽这样 凡是到猫空这边来的人 我建议他们一定要品尝这边的美食 试试看我们木栅这边特产的绿竹城 喝喝猫空最有名的木栅铁观音 孝道风茶是猫空的年度盛事 艺人许孝顺多次上猫空演讲 引导孩子们知恩感恩长辈及父母 风茶仪式成为猫空特有的茶文化 铁观音很适合再用一个茶碗把它封存起来 并且相约我们好朋友一起上猫空来喝茶 用毛笔写在一张树皮纸上面 并且盖上一张承诺的未来 将这个梦想放在以后的以后 未来的未来 我们就可以一起开封 当时所留下来的一封信 现代生活步调越来越快 带来了不少身心灵压力 在繁忙的日子里 找到压力释放的出口 不必大包小包提着行李 只要给自己一个轻旅行 细品美食 再来杯清茶 放空心灵去感受生命中简单就是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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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